作者张军 由有生熊猫为您播讲 第127集 肃清湖北 拿定了主意 曾国藩又请郭松涛 刘荣等人商量 怎么应对这个错综复杂的局面 郭松涛等人 知道曾国藩性情刚强 轻易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上次已经碰了钉子 摸不清他的心思 端着杯子慢慢品查 都不愿先开口 曾国藩心里明白 只得说 云仙兄 孟荣兄 你二人是我同窗 这两年帮我出了很多好主意 郭藩十分感激 从不敢把你们当作辽蜀看 而视为知己兄弟 郭藩性情刚强 若有什么触犯之处 还望海涵 如今湖北未平 我均面临诸多困难 皇上又命我率军东下 郭藩心里十分为难 请二位仁兄 即在座诸位畅所欲言 共商万全之策 这么一说 郭松涛激动起来 帝生兄 皇上命你熟理湖北巡抚 你在谢恩哲中辞让 这是为臣谦让之道 也是该的 可我认为 皇上必不会因你签辞 就收回成命 所以你必须站在一省巡抚的地位 筹划当前事务 曾国藩一向谨言慎行 心想我已在谢恩哲里 明确表示不接受巡抚官方 怎能站在巡抚地位筹划 他也明白郭松涛的心思 当即说 云贤兄 我已上哲不接受 断断不能如此筹划 今日不说这个 只说如何筹划东下 郭松涛明白 曾国藩声性谨慎 急重名声 皇上还没有下达 夺情伟用的圣旨之前 绝不会以巡抚的身份办事 想来还是自己太兴急了 只得说 狄声兄所言甚是 尚遇一面命你率军东下 一面又要你祭出万全谋定后战 仿无错虑之余 依我看 重点放在谋定后战 不必忙于东下 曾国藩显出恍然大悟的神情 拱手说 哎呀 看来还是我心急了 只领会了前一半 忽略了后一半才是重点 多谢云先兄提醒 郭松涛兴致来了 在下以为 先扫清湖北境内太平军 才是万全之策 可至于怎样扫清 郭松涛也一时想不出个主张来 只得回头看看刘荣 刘荣不慌不忙地说 前天 杨沛已从德安进驻武昌 正照手下将领商量军务 他是湖广总督 扫清境内太平军 责无旁贷 狄生兄不如到他总督衙门去一趟 与他一起商议 据我所知 当初太平军围攻武昌 清临曾派人求救 他却在德安按兵不动 可知何等畏惧 狄生去了 他不便拒绝 定会要我军会教 若皇上再催促东下 他也能帮着说话 曾国藩笑 杨志军一铸武昌 我礼当前去拜会 郭松涛也笑了 狄生兄 杨沛这人十分奸华 你与他商议扫清境内太平军 他定会不惜阿语之词 让我军替他卖命 千万不可上当啊 刘荣微微一笑 云仙兄多虑了 狄生兄身谋远虑 岂会上他的当 曾国藩点点头 让他们继续商量 有关军务 吩咐张寿林 带二十名亲兵护卫 坐着绿泥大轿 前往总督署 拜会杨沛 杨沛在德安 抢先报捷 先封皇帝心里高兴 一到圣旨 去掉了他头上 署里两个字 成了正经的 石寿总督 威风临领 进驻总督署 他十分讲究排场 得知曾国藩前来拜会 立即传命 放炮 开中门 三声炮响过后 他带着新任 湖北提督贵名 以及属下将官出营 曾国藩走出大叫 正要向杨沛行礼 杨沛一把挽住他 大声说 哎呀 侍郎公是克服武昌的 首功之臣 皇上唯以巡抚重任 杨某我可不敢受你的礼啊 向他介绍了贵名等人的 姓名直贤 抬手让曾国藩先行 至军是上线 国藩岂敢僭越 曾国藩看出 他讲究虚礼牌上 一定要他先行 杨沛执意不肯 谦让一阵 两人并牌 走进大厅 分宾主坐下 贵名等人 坐在下手 亲兵献查后 杨沛果然极力夸奖 侍郎公 治军有方 甩三乡水陆将儿 十元厄省 一战捣毁重阳贼朝 再战 两日克服武昌 兼太平军过万 毁贼船千艘 厄省军民 无不钦佩 现在 厄省上有数万 太平军贼寇 还望侍郎公 甩三乡水陆 剑儿 再接再厉 将境内太平军 悉数剿除 笔人 顶奏报皇上 为侍郎公 及麾下 将士请功 曾国藩 心里冷笑 脸上 却毫不显露 认真的说 治军大人 谬赞了 国藩 乃一介书生 肃不知兵 只因太平军猖獗 国藩 声贺黄恩 国家危难之际 理应舍身报效 故 莫迭出山 帮伴湖南团练 保卫丧子 历经艰辛 方出具规模 我相拥水陆将士 一万余人 皆是中意血性男儿 赴汤蹈火 不必生死 方克服武汉 厄省境内 残余太平军 由治军大人与诸位将领 纵马辉歌 谈指之间便能扫清 我相拥水陆 苦战疲惫 急需休整 实在不敢贪功啊 杨佩 惶顾身边恶军将领 笑骂说 呵呵 本都不怕侍郎公笑话 他们手下那些士兵 也就在老百姓面前 耀武扬威吧 见了太平军 一个个比兔子还跑得快 还能指望他们扫清 你们自己老实说 是不是这样 那些将领并不引以为耻 一个个挤眉流眼 你说我属鼠 我说你属兔 低声啊 相互打雀 曾国藩 有点看不下去了 陈生说 至军大人所言 国藩不敢苟同 据国藩所知 我军进攻武昌之时 魁豫 与杨昌寺两位将军 从罗山进击 汉阳 正是两位将军收复的 我已上奏皇上继攻 不日便有批复下达 志军手下 有如此忠勇将领 何愁不能扫清残余太平军呢 魁豫 是满洲襄皇旗人 祖辈驻防荆州 因军功 升梁州副独统 杨昌寺是湖南前州人 武秀才出身 以军功升天津镇总兵 清临任湖北巡抚时 派他与杨昌寺率军迎战太平军 途中兵溃 两人都被革职戴罪立功 襄勇奉命攻打武汉 荆州将军光文 调两人复援 太平军将领古龙贤撤出汉阳 两人趁机率军 追击溃军 也颇有掌获 曾国藩上奏暴劫 给两人计功 两人心存感激 今天 曾国藩又当着 杨沛的面来夸奖 杨昌寺挺身站起来说 末将虽不才 愿听治军差遣 扫兴境内太平军 魁豫也说 随时准备率军 清扫蚕鱼逆匪 杨沛只得顺水推舟 两位将军 忠勇可嘉 这就好了 然后对湖北提督贵明说 皇上有旨意 江北之势由恶军负责 江南之势由曾大人的相拥承担 你来说说军情态势吧 贵明指得说 据探子回报 太平军已退出黄州 南边的太平军 盘踞在新国 北边的太平军 盘踞在齐州广迹 都以贼船为巢穴 只可惜啊 我军没有水师 实在难以进脚 杨沛笑着对曾国藩说 曾大人 恶军没有水师 湘勇水师 船间泡利 此次克服武昌 太平军伤亡惨重 狼狈逃窜 肃清江面之敌 非大人相拥水师莫属了 曾国藩明白 他们畏惧太平军 又满怀私心 要相拥卖命 只得沉生说 既然如此 就兵分三路倾角如何 南路由塔其部 同率湖南兵勇 竟角新国大野 北路请贵提都 统帅恶军 清剿齐州广计 届时 我渡水师 浮江而下 杨沛一听 呵呵大笑 太好了 曾大人运筹帷幄 我两胡兵勇 同心协力 必能灭此昭食 贵明一听 曾国藩提出三路进脚 湘勇承担了两路 自己只负责一路 最重要的是 有水师肃清江面 也觉得胜券在握 赶紧说 末将 愿听差遣 率恶军 歼灭江北太平军 曾国藩笑了 连忙拱手 呵呵 知军大人 贵提都如此中勇 率恶军 进脚江北之贼 国藩十分赶配 这就回去拟折 将三路进脚的方略 奏爆皇上 杨沛与贵明挽留不得 带着将领 把曾国藩送出大门 看着他上了轿 两人相视大笑 杨昌寺这才明白 原来这两人早就盘算好 让湘勇替自己卖命 怪不得这么高兴 曾国藩 从总督衙门回到行营 郭松涛得知 三路进兵的计划 顿足叹息啊 狄盛兄 你太老实了 终于还是上了杨沛的当 曾国藩却微微一笑 先稳定湖北 在都市东下 这是我们定好的方针 如今贵明 愿意率恶军清扫江北 怎么能说 我上了杨沛的当呢 郭松涛恍然大悟 这么说 你这是欲擒故纵 让杨沛与贵明 乖乖就范 曾国藩这才解释 上狱命我 帅襄勇由九江指导金陵 唐何容易 襄勇冬夏面临诸多困难 能争取恶军出力 毕竟对我军有利 郭松涛连连点头 不由得赞叹曾国藩 思虑周详 咸丰四年九月初七日 曾国藩写好奏折 向咸丰皇帝奏报 陈与杨沛共商 三路进兵 陆诗先进 而水诗随后 直倒下游方律 进军在即 他最担心的是军饷 想来想去 干脆 狮子大开口 富翩奏请 赤陕西筹营二十四万两 借负湘勇行营 待陕西的响音有了着落 方能都诗东下 言外之意 如果没有军饷 湘勇东征 只不过是一纸空文 九月十三日中午 亲兵进来禀报 折差道 曾国藩一听 有专送奏折的邮差道 他觉得十分奇怪 按常规 皇上对谢恩哲的批复 再快也得十来天 才能到达武昌 这时候会有什么阅止呢 只得跪在襄岸前 聆听折差 宣读诸批上誉 朕料辱弊词 又念及整诗东下 蜀府空有其名 故以降旨 如无庸蜀里湖北巡府 赏给兵部侍郎贤 着陶恩培 补寿湖北巡府 未道任之前 湖北巡府 着阳配奸蜀 如此奏 虽不禁蜀雇职 然官衔尽不属蜀府 昊明之过尚小 为止之罪甚大 着言行深斥 于塔吉布 立即整尸东下 不得言误 臣曾国藩 叩谢天恩 声音干涩 几乎不像他自己 说出来的 曾国藩 只觉得脑袋里 嗡嗡乱响 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谢恩后 样样地走进卧室 在官场多年 他深知 雨露雷霆 都是天恩 也见惯了官场的 诡诀变幻 如果是皇上 接到自己的 瓷泻奏折后 再下这道上誉 他还可以理解 毕竟是自己 瓷泻的 然而 自己的瓷泻奏折 刚发出七天 兵部火票上 清清楚楚 这道上誉 是昨天内阁 奉的皇上誉旨 这说明 皇上还没有 收到自己的瓷泻哲 仿佛未卜 先知一般 便先行取消了 自己的 熟离湖北巡抚 披面一句 朕料汝 必辞 真叫他 哭笑不得 更叫他 不舒服的是 湖北巡抚一职 居然由 陶恩培来捕寿 正应了 香香的一句名艳 牛里田 马吃骨 别人养儿 他享福 但这是皇上的圣旨 自己又能怎么样呢 他越想越气愤 一肚子怒火 无处发泄 迅疾病倒了 感谢您收听 曾国藩传 本集播讲完毕